时髦电动车路上畅快奔驰 近年销售热潮也直线激增 连带使得电池需求飙升 目前全球主流电动车大厂都是使用能量密度较高的锂电池 不过现在就有新创公司打算开发更高效能的锂金属电池 号称能比一般锂离子电池多出超过70%的容量和续航里程 并力求在2025年前电池体积能量密度一公升容量要超过1000瓦时 估计比现今电池增近1.5倍 我们在转发的转发转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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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业者表示重电池阳移并非使用传统锂电池采用的石墨铜等材料制成 而是改使用锂质阳移 因此能使锂电容量和能量密度显著增加 国产品升级风险也随之而来 当你转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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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移 目前包含波音以及不少电动飞机厂商 都已经是这家新创公司的客户 母公司也吸引包含福斯汽车 高盛 B&W等大型企业争相投资 还获得由美国加州能源会 以及美国能源部等提供的资金赞助 业者表示可望于2025年起 将新电池技术用在电动车上 不仅要让续航力向上提升 也希望为电池产业带来巨大变革 还愿意赚入资金赞助 以为他们的表现最好的表现 环宇新闻 林博宏 综合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